请看26页98题 这个题目主要是考验地球自转本身 同一时间也在进行公转 而且地球的自转跟公转方向是相同这个观念 那事实上这一题是今年学测考题 他已经把图形附给我们看了 那这里面有几个重要概念 第一个这张图形跟我们前面周日运动 周年运动所介绍的每天同一颗星 会提早四分钟升起的图形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在高二课本里面再加入恒星日跟太阳日的名词 那首先请看这张图形 地球上的A点朝遥远的某一颗恒星方向看过去 那这一条老是用蓝色曲线来代表 同一时间这个人也对准太阳方向 换句话说对这个观察者来讲 地球上这个位置的观察来讲 刚好是太阳过中天 也就是正午的时刻 也就是正午的时刻 那这个时间当然我们看不到一颗星 可是我们可以想象 有一颗星也知道我们的天顶方向 那如果地球本身自转一圈的过程 也同时在绕太阳座公转 请看荧幕 当我们地球上的观察者对准天上又是同一颗恒星 因为这一颗星距离我们非常遥远 这两条线蓝色线可以视为平行线 所以等于说我们今天对准遥远恒星 然后下一次又对准遥远恒星出现在同一个位置跟方向上 那经过了时间就叫做恒星日 而这段时间地球刚好自转了360度 但请注意这个点正午了吗 还没有 必须要再多转一个小小的角度 才会又再次对准太阳 是正午的时刻 正午的时刻 所以如果以这个点来讲 好我假设它是B点好了 地球的A点 绕地球太阳公转 本身在自转又到太阳公转 又是同方向 那从北半球辅干都是逆时中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从A然后自转到B 同一时间绕太阳公转一个角度 而这时候两次正对太阳 这个我们叫做恒星日 但是两次正午之间 必须要再多转一个小小的角度 那因为两条蓝色线 星光距离我们很遥远 星光可以视为平行线 所以这两个角应该是在数学上所谓的 怎么讲 内错角 所以这两个角度应该是一样大的 那这个数据它已经帮我们印好了 事实上这个数据是平均值 也是一年下来我们地球会绕日公转一圈 360度 这是公转的结果 那一年如果365.22日 为了方便我们就先写365日好了 这一天下来大概平均会绕0.986度 那一般我们就把这个角度当作大约是一度 大约是一度 所以我们等于说地球在这一天里面绕日公转一度 使得我们要两次正对太阳 还得再多转这个角度 而这个角度大约就是0.986度 也是相当于一度左右 好 那所以这张图形要注意的是两条蓝色虚线 对准同一颗恒星两次 那这叫恒星日 而红色箭头代表的是两次正对太阳 也是太阳过中间的两次正午时间间隔 那这个叫做太阳日 那我把这些观念 把这些观念很快的整理一次 恒星日是地球自转360度 而太阳日得再多转0.986度 也是大概361度 那因为我们平均来讲 一个太阳日就是我们一般习惯的一天的长度是24小时 所以如果以这个为基准来看 恒星日是比较短 大概差了一度 那我们讲过了地球自转一圈 一天要24小时的话 那一度大概要花掉四分钟的时间 所以恒星日会比较短 会比太阳日短四分钟 一个是真正自转360度 一个是转了361度 当然这个会时间比较短 那两个大概是差别四分钟 所以恒星日只有23小时只有56分钟 因此这个题目很明显 答案是第三个是正确的 那AB两个是斜反的 一个是恒星日 一个是太阳日 这两个刚好对象是相反的 A应该是叫太阳日 B才是恒星日 那恒星日应该比较短 太阳日多转的一度应该比较长 那当然在这定义的过程当中 我们把太阳跟遥远恒星是做一个区别 所以这个是虽然在天文学上 太阳是会发光发现恒星 但是这两个并不相等的 这句话应该是对的 那后面这句话并不相等 所以答案应该选第三个 才是正确的 那我们在高二课本里面有一张图形 借给各位看一下 那我们很快的再复习一下这个观念 当地球在A点的时候 对准遥远恒星 等到地球公转到B点的时候 又再次对准遥远恒星 那这时候从A到B 我们叫做过了一个恒星日 但是还没有到正午的时间 必须要再多转一个小小角度 而这段时间多转的这个角度 相当于地球绕日公转 从A到C这段时间的角度 那换句话说 它得多转几度 多转0.986度 大约是一度左右 所以它讲A到B叫做恒星日 而A到B再转一个小度 是C 那就是太阳日 这个图式画得比较仔细 把地球整个自转 加公转360度 再多转一点点小度 都画得很清楚 那当然这样会看得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学这考题 是画比较简化的版本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以对准 遥远这两颗恒星来看的话 那这个地球自转的365 得再多转一个小小角度 也是361度 才是太阳日 那因为地球自转360度的恒星日 而地球绕日公转 却要多转一度的太阳日 所以恒星日比较短 太阳日是比较长的 那这个相关知识 请各位熟记 那这样子也比较容易理解 前一期我们所介绍的 因为在这张图形当中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数据是一个平均值 一年下来平均 我们每一天会绕日公转 这个角度 但事实上如果现在是在 一月份左右 在一月份左右 通过近日点还是远日点 通过近日点 那它的公转速率会比较快速 公转速率比较快速 那这个绕的角度会比较大 所以这个回来 多转这个角度也会比较大 所以这个角度会大于 0.986度 再提醒一次 0.986度是一个平均值 所以如果是在一月份 通过近日点附近 公转会比较快 那造成这个多转的角度 要两次正对太阳多转角度 会超过0.986度 那所以一天时间 应该是大于24小时 因为我们一年下来是平均24小时 所以这一天的长度 以日的长度 一个太阳日的长度 会超过24小时 那所以造成它在近日点附近的时候 公转比较快 天数相对比较少 那你如果忘记你就想一下 二月是比较少天的 以阳历来讲 那相反的 到了七月份的时候 到了七月份的时候 是经过远日点 所以公转比较慢 这个角度就会小于0.986度 一天就会小于24小时 七月的情况就跟这个相反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想看看哦 像我们的大月 一月大 三月大 五月大 七月大 然后再有八月又大 那其实是跟 这个天体的运行 要做一个结合 然后才做这样的设计 虽然我们讲 奥克斯特是要纪念 奥普斯都大地 然后给他一个政治上的意图 但事实上 这个不纯粹是政治上的意图 去歌颂那一位帝王 而主要的 还是配合实际的天体运行 来进行设计的 所以这个就配合前面那个题目 然后跟我们现在所做的恒星日太阳日 那这样就可以完整了解地球绕日公转的一个规则 包括恒星日太阳日平均太阳日 以及在公转近日点 远日点所造成一些影响 那我们这个题目多补充一些下车的知识 让各位进一步了解天体运行的特征 尤其是地球自转跟公转造成的影响 当然我们这个题目大部分都会把地球公转的角度 数率变化当作重点来考 以上这个题目请各位在花点时间去思考 里面的变动